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兒 哈囉 大家好 我是Pet 今天要來跟大家討論一下眉毛的部分 對 眉毛 這件事情蠻流行做眉毛 不管女生男生 慢慢的好像蠻多男生都會去對眉毛做一點時間 你說就是有一個說法是 男生是漂眉的那種味道 據我所知 漂眉好像比較像是割線 有那種毛髮感 護眉是用點的 所以才會看來像影片 所以說女生比較常是用護眉的效果 其實我們之前都有錯過 大概是一年半 會 差不多 而且我忘記做之前 之前眉毛長這樣比較稀疏一點 所以我其實也不太確定我到底掉了多少 我覺得 是要再補一下 我之前是因為我的本身眉毛是比較濃 但是因為我其實眉頭原本比較淡 它應該算看起來像斷掉 然後前幾年我覺得自己運勢不是很好 不管是工作 感情 其他人跟健康 很多都蠻不順利的 然後後來就在書上看到說 眉毛也是代表個人的面相 你是不是很相信這種運勢的 我沒有很相信啦 就是這種感覺 人家不是有說嗎 人大概32到36歲要行眉運 眉毛的眉 可是還差10年 認識中應該要長什麼樣的比較好 太多專業的 聽說有個那個龍眉 龍 劍眉 一般聽到的劍眉 對 寶劍的劍眉 我的眉尾其實是彎進來的 聽說這樣的個性的人是比較溫順 容易被加白 有吧 有吧 好像有一點 然後如果你眉毛是像你就是唯一算開 代表你的財收 所以說就有機會改變這樣 不敢保證 但是我自己修完之後 我覺得我自己在職場上 在人際關係上就很有自信 有一道 哇 我覺得 嗯 好像每天都有上妝的感覺 還不懂 挑眉的時候我也有想說 我是不是要來學一下什麼修眉啊 跟畫眉 每天自己用這樣 真的太懶了 而且我用那個修眉刀 修到電體零上 我覺得是蠻力的 要有熱的角度 直接去做比較快 好啦 那我們就是要再進行一次挑眉 走吧 我們現在來到 DES工作室 但是先畫 先畫明顯 先對你溝通說 適合做什麼樣的明顯 然後你看一下你有什麼理解 如果OK的話 我就會稱書網刀 所以來之前就是素顏 對 所以不會像智青說 前一天都不能喝酒 是盡量不要會比較好 出航高他對酒精 會有一些抑抗的作用 那假設如果你前一天有喝酒的話 就完了 真爆喝耶 就可能會比較有疼痛 我覺得這個也是要看個人體質 因為我之前有遇過原住民 說他每天喝 今天要喝個半熟一熟的 那他有痛爆嗎 沒有 對是說沒感覺 所以你只是就我原本的 然後再加強這樣 對 所以你不是看面相說 欸這個很適合什麼 然後整個大改 通常不太可能大改 因為如果你原生已經長這樣子 如果我把你眉型改成斜的 或者改成尖的 我覺得很不適合 可以漂猴子嗎 有人啊但是我不尖 漂猴子要幹嘛 還有併腳 併腳比較可以接受 併腳 還有髮際線 髮際線 我都不接你 為什麼 我覺得效果不好 我想要補髮際線 確實你幹嘛揍眉頭 那種生氣 不用嗎 沒有啦我就放那個 化線 好啦 先幫我看一下你的眉型 我先跟你講一下你的眉毛的構造 然後我跟你講說我會怎麼操作 這是你的中心點在這裡 你的眉頭在這邊 配眼球可以上去這個角 是你的眉峰的位置 眼角這裡對上去是你的眉尾的位置 整體呢 你的眉毛算是有一點點稀疏的 眉尾屬於比較雜亂型 我當然會操作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的眉頭這裡 跟你的中半段後面 你這邊有個缺角 然後我會幫你把線外面的這裡的雜毛 幫你把它修掉 這是OK的嗎 可以可以 本身你之前有在別間那邊聞過 所以你會有一個底色 所以我等一下操作的色乳會 我會用的比較濃一點點 要讓你先習慣一下 因為我要幫你完全覆蓋掉 如果跟整形一樣會不會看不起 但是我覺得不會到很濃 不會像蠟米小的那樣 眉型跟毛流的程式 你適合第二種 前面是向上 然後到中間轉折點的時候會往下 前面向上 到中間轉折點的時候會往下 跟我的比較接近 對 因為每個人都不太一樣 你問TED 你這樣弄密的眉毛是要跟大家怎麼辦 我想要更好看 再來是有一些空洞的部分 對 有一些空洞的部分 心靈嗎 OK 我們已經完成了 那你覺得怎麼樣 過程當中都沒有什麼感覺 差點要睡著 我覺得跟上次比的話 幾乎是無感耶 因為我之前做的話是不是會 還會感覺到是那個 不會覺得像雕刻刀啦 那你太可怕啦 OK嗎 而且我覺得最在意的是 做完之後 做腳是要自然的 我覺得應該差很多 可是差蠻多 可是不會很奇怪 那是應該最怕的是做完之後 好像都可以貼在上面 其實過程中是蠻快的 如果是包含的 麻藥上的時間是40分鐘 差不多 如果大家看完 對這個 我們也有興趣的話 那我們工作室的連結貼在下方 大家可以點進去 然後自己預備起來好不好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分享 按喜歡 謝謝 掰掰 掰掰